網友院大家好,又回到老人院時間 這次又困了一個人跟我們做訪問 大家可能是去錯了台 大家一點都不用奇怪,你有沒有去錯台 今天 Jessica請了一位特別嘉賓 英國老人院的KOL David 上來我這個台,大家來過Crossover 不要走開呀! 今天天大面子請到一個重量級的嘉賓 很紅的KOL 不要說這種話 大家其實是沒有看錯台 仍然都是Jessica的Art Life Balance 為何會請到David Goal 空馬牛不相琴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我顧著看的,是否可以看的? 這樣事源就是 我應該說是我 那時候決定來英國 大概 決定來英國 然後我就想多點留意英國的新聞 因為你知道我們很沒空 看香港的新聞,看亞洲的新聞,台灣的新聞 英國的新聞,老實說我們真的不知道得多 無意中就見到David Goal的台 真的是講英國的新聞 而且你看了David Goal的新聞台 其實真的不用看其他有關英國的報紙 他已經講完了,連旺室新聞什麼都有了 好,然後每天都追著 David Goal的新聞我就馬上看了 然後現在無意中 機緣巧合之下 認識了David Goal 很希望David Goal上來我的台 他也很給面子 今天來到這裡和大家聊聊天 David Goal,我想問問你 其實你是否真的很喜歡看新聞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構思性的一個新聞台出來 給大家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有事很辛苦 Anyway 其實是否會看新聞呢 我看節目太大聲 一般來說會看的 但是其實開了台去講新聞之後 反而壓力會大了 因為要很多新聞 要刨得詳細一點 就是平時我們沉上百姓去看新聞的時候 純粹看哪些比較juicy 比較好看、有趣一點的 你才會看的 但是現在呢 反而就因為要報道新聞 方向大了 所以會顧及的東西要多了 還有會看多些資訊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要那樣東西說出來 給別人聽是會準確一點的 因為其實曾經何時 就是說了一些東西 不是很準確 因為有時候你看新聞是會這樣 你看完之後 我寄了入樓 跟著就以為說出來就是這樣 但是誰知道可能會說錯了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會有幾大誤會和影響 對 其實你是有個獨自機 還是我覺得你不是的 我覺得你是真的自己消化了 然後將那件事說出來 跟一般的正在報新聞的KOL 獨自那些 你會覺得有個分別在 那你是不是要用很多時間去準備 其實這樣說 最初去報新聞的時候 就真的看完那些新聞 那天譬如早上或者下午就看完了 然後就記下了那個新聞那個連接的連結 然後自己再吸出來 就馬上說了 沒有寫稿 沒有做任何事情 是即場說 自己記得多少 看到多少就說 但是後來就慢慢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感染了這個疾患之後 是個人是真的沒有那麼精靈的 因為有時候腦子是轉不出來的 很多時候 那時候我面對最難的困境就是 我明明看完那則新聞 我很清楚的 但是當我要拍片的時候 我是NG了十幾次 搞了整個下午都搞不定 然後沒辦法了 又要被迫著要上 因為有些網友給的推動力很大的 可能他們真的有很大的需要 經常都會說 Darry你快點說 我們在等你片段 那迫著要去做的時候 就要開始寫稿了 就要寫定了究竟要說些什麼 然後一直看那些新聞 再報出來的時候 就要看回稿去說 但是當然 因為要維持我的風格 所以就盡量寫稿的東西 會口語化一點 還有比較糟糕了一點 至於準備時間來說 都要準備整天的 有時候可能要長 那些新聞比較大 可能就是之前那天準備了 那些稿都寫不完的時候 要做到第二季才可以出到片出來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即是你是一氣呵成的 你不會說這些段讀得不好 或者是逐段錄的 你不是這樣的 現在也會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 盡量想一氣呵成的 一條片下這樣 那個節奏其實會順一點 但是做不到 有時候就算寫了稿 去說的時候 有時候變了 可能我自己的要求高一點 如果卡了一點 或者有時候 以前你會看到我拍片的時候 有些字 說得太快的時候 說歪了 或者高低音 有些走音那些 以前是不會剪的 因為一剔過 但是現在就會注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會覺得不行了 還是要再重新拍過 所以變成會搞的時間長一點 但是其實以前就會 一剔過會享受一點 但是… 我看你是一剔過的 你有時候會自己讀錯了 別的音 你會強調一次 告訴觀眾 你讀了什麼音 因為其實有一個困難在這裡 就是以前去… 去… 就這樣寫一步的時候 因為你的腦子要不停轉的時候 你又不可以被 那個一剔過要 那變成你會 滲入了很多一些 口頭禪 或者連貫的詞語 但是你… 有時候你自己轉的時候 你無法回應 會不停會用同一個字 很多次 但是那些網友他會 他會說 你不停在那裡說 那… 就是這樣 那些他會說 你一段片十多分鐘 你講了十幾二十次 不行 然後慢慢就會寫一些 寫稿 儘量去避免自己 不停出現口頭禪 那你又不叫你自己的台 做David新聞台 或者是英國新聞台 或者是有關新聞 但是你叫英國老人院 我覺得挺搞笑 我最初其實 我不是先講新聞 最初是會講不同的英國地區 英國的生活 各種的封數人成的事情 讓香港想著移民來英國的朋友 作一個深入一點的理解 那至於報新聞 是因為想他們知道 多些英國這邊的資訊 因為其實呢 生活和你這個新聞的出現 基本上是同時間的 有時候你在新聞上看到的 一些資訊其實影響到你生活 譬如政府加稅 物價會高升 甚至打仗 其實是會影響到你 但是有時候很多 在這裡生活了十幾二十年 那些老華僑 他們不會為了這個 他們不關心 他們反而會關心 中國的新聞 香港的新聞 其實有時候 我會看回 你會影響到你 究竟是否適應到英國這邊的生活 所以才開始踏上這一步 去講新聞 至於講得太遠了 英國老人院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以前我們 一開始 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遠難的節目 老人院 然後有時候我又覺得 其實我講的那些事情 如果你有心去搜尋 其實是很old school的 其實周圍都會有這些資訊 其實我講回以前 一些事情出來給大家聽 去分享一下 其實真的 還有另一方面 就是我會很希望快些 能夠退休 享受退休生活 我也想 所以一個人的 叫做投射 或者投影 就希望自己 盡快進入老人院 所以就叫做 英國老人院 不要煩了 一來old school 二來又很單純地 想起遠難的節目 其實自己最初 想做一些事情的概念 慢慢混入了 當然最初的時候 就是純粹想著分享英國的資訊 因為當時太多朋友 去發訊息 打電話來問 那我就會想 不要煩了 直接拍片 放上來 你們看到就看到 有人問你們的時候 你們再分享了 那就一了八了了 但是後來 當真實會 多人看了 發現要做好一點的時候 都想著用一些 比較輕鬆一點 踩趣方面的方式 去演繹這些東西 所以就會想到這些名字出來 如果你說老人院 那你就知道 我們這些 死了一輩子 不死了一輩子 沒有這麼說 現在我們決定來到英國 隨時想著下半生都會繼續在 老實實 你覺得英國真的適不適合 退休 讓老人家來這裡退休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老人院的含意 也是比較清晰就是說 英國是一個適合老人家 去生活退休的地方 老實這麼說 英國一直以來 人口老化得很厲害 其實很大部分 英國社會上的資源 都是給了老人家 去令到他們能夠安享萬年 所以其實 對於那一部分 他們的資源是很豐富的 例如他們會有很好的社交活動 有社會中心給他們一些交際 政府也會很照顧老人家 譬如有些老人金 看醫生 給藥 那些不用錢 其實 英國真的是一個很適合老人家 和退休人士生活的地方 而且你也知道 英國是很慢的節奏 比如你在香港有時候 你真的好說不好聽 你上巴士走慢兩步 都會被司機催你 但是你在英國乘巴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 就是你一個老人家 很慢地上車 真的長了幾分鐘 接著司機 都很淡淡然 很等待他 還會跟老人家說 小心點 慢慢走不要緊 不要急 最重要安全 你會看到那一種情況 不單止 連所有乘巴士的人 都在很自由地等著老人家 坐著 所以變了 這一點是英國 是一個比較優美的地方 是的 但是這個就是 如果他在英國長大 英國出生 他會享受到這個優惠 但是譬如我們香港人 一把年紀才來到 即兩夫妻 可能小朋友都長大了 希望來到這裡退休 他又會不會有這種福利 他沒有交過任何東西 沒有交過稅 其實要看哪一種 其實因為英國的福利 很有趣的 他有些東西是 當是一個優惠 有些東西他不當是福利 是的 例如老人乘車證 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申請 只要你到達那個年齡 你就可以申請 但好像現在說正在改 因為主要是關乎政府 他的財政問題 如果老實這麼說 他政府自己都搞不定的時候 他會不停去剪這些東西 而他剪這些預算的時候 他不是因為你是外地人 還是本地人 根本上他不夠錢 但很多這樣的優惠 例如你去到外面 買票 老人家半價 這些一定會有的 至於你說老人金 或者退休金 那種類型的 真正福利 就未能夠擁有 一定要等到五年後 你申請到永居 才可以擁有這些福利 即到最終都是有的 最終如果你等到五年的話 很厲害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 英國他不停把退休年齡 退後 是啊 變成很多人都已經投訴 喂 我等得來的時候 我都已經去了 那我還怎樣可以拿到呢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說 其實你不要等他了 根本上你等不到 還有英國的事情很有趣 我們香港人和英國人的退休年齡 是差異很大的 譬如我們香港人 到了五十歲要退休 你跟英國人說五十歲退休 英國人說 有沒有搞錯 你這麼早退休 我六十幾才退休 他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其實這件事 要大家互相適應 好像說現在的退休年齡 好像不知六十七 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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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會退休到七十幾 都不奇怪 因為那個人的壽命長了 還有英國人呢 是健康了的 是 有時候你出去見到 最多老人家幫忙的那間馬沙 他們真的 啊啊啊啊去去買東西 其實他們都是很大年紀的 是啊 是啊 我也看到老人家的比例都挺大的 其實都 那其實那時候 可能有些觀眾朋友 可能有些不知道David哥 其實David哥就不是說 是呀不要歌前歌後 哈哈哈哈 他常常叫自己做弟弟 是不是 我沒有理由叫你弟弟 我不是很老 哈哈 不是我叫你爬姐 我大哥 不是 他說 他上來我的台就叫我爬姐 如果我有機會上他的台 那當然不會 我這些小學雞 剛剛深信 大家交流一下 這些 就要叫David哥 剛剛說到哪 是 就是說 如果介紹一些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清楚 David哥的話 其實他在英國多久 30年了 是的 他在這裏住了30年 他就不像我們這樣 BNO 過來 這樣 但是你那個年代 當然是比較少一些 不要像現在這樣 我那個年代 大哥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先說清楚 我是因為我年輕 很小的時候過來 對 你不要以為我很老 然後過來 然後他又說 我那個年代 我可以誠實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一向 我這次就是第一次 就是 in person 當面見到David哥 當面見到 對 原來David哥剛才進來那一刻 原來他的皮膚這麼好 好過那些女人 是啊 我要問問嫂姐 我新陳代謝慢而已 哈哈哈 快 快才做 不是啊 我其實我曾幾何時是減肥 那時候呢 其實是皮膚差了 新陳代謝 大的人呢 是會皮膚粗一點的 是啊 那你沒有了一些脂肪 那就好像潮了 其實你看到 是因為皮的問題 我脂肪 水份豐滿 哈哈哈 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呢 真人的他呢 其實呢 他上脚是肥的 但是其實呢 他的身體也不肥的 但是 好福氣才有雙下巴 的啊 哎呀 這些事別提了 看不到人 我們越改越遠了 廣告變成美容節目 遲些都要問一下他 到底是用什麼洗臉 可以這麼滑 我的皮膚 其實想問你呢 就是 好了 應該是說 去年開始 去年年頭 那時候 那時候 那些香港人 還在用 LOTR 然後呢 BNO 就來了 那些人 包括我再來 一次過 很多香港人湧入 其實你 是見到這個情況 你是覺得 你的心會是覺得 啊 越來越多香港人 真是好 香港好像多一些 香港朋友 英國可以多一些香港朋友 這樣 同聲同氣 你會有什麼想法呢 其實 甚至我們這班新移民 會開心的 因為其實 以前一路以來 搞到我整天玩 嘴巴 一路以來 其實 住了這麼多年 在這裡 真是 所謂的老華僑 或者香港以前移民的人 真是年紀大 去得去就去 年輕的 好像我的朋友 我這個年齡階段 他們通常都會回香港 奮鬥發展 變成身邊的朋友 會越來越少 你真的會覺得 空虛寂寞 所以其實 那時候都很渴望 會不會多些人來呢 還有那時候 一路以來 可能香港的朋友 他是不會覺得 差別的 我每一次回到香港 我都會覺得 分別很大的 我會覺得 生活的情況 或者以我記憶當中的香港 轉變很大的 是大到我覺得 真的有時候 覺得接受不了 我會跟我的朋友 投訴說 為什麼現在那些東西 轉變越來越厲害 好說不呢 內地化 其實 在香港生活的朋友 他們不會覺得那個差別 就是我們這些 離開了這麼多年的 回去 突然間好像會覺得 為什麼 說話的那些 口頭善 不同了 會用了很多內地的詞語 例如 以前那些人 上巴士 我特別最深刻 就是 以前香港人 都會比較 講教 禮貌 以及會 會給自己尊重 但是 其實你現在 你會發覺 回到香港的情況 就是他們 未必說他們不尊重你 但很多時候 情緒上面 是很多這些表現的 還有你會看到很多人 好像精神上面 有些問題 這樣 本身 香港已經是大城市 生活已經急速了 然後你會看到 那些人的行為 上面 很多事情你會覺得 完全不同了 是我 我所知的香港差異是很大的 還有 因為我經歷過 我小時候 香港 真是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最黃金的 我以前是住佐敦的 其實以前 佐敦是很繁榮的 現在你看到 我回去的時候 佐敦 香港是完全跟以前的樣子 差異很大的 是的 所以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究竟這個 是不是還是我所熟知的香港 所以我只能夠現在 有些朋友跟我聊天的時候 都說 我不會這麼想看到這麼多 因為會有一種傷感在 因為再不是自己以前 記憶當中的香港 當然 你每個地方都會有所改變的 這個是事情 但是問題 那個改變 我不認為是向著一個 好方向的改變 明白這個意思 就是以前我們會看到 那個黃金時代 那種的改變 是會令到別人 生活越來越理想 會快樂的 雖然物資充裕了 但是都不會說 有一種很太大的轉變 令到你覺得很壓迫 很辛苦 都依然有那個快樂的情緒 但是現在你會看到 那樣東西是慢慢 一點一點的消失 我不知道 其實你的感覺是怎樣 你對上一次幾時回到香港 對上一次其實都大概七年前八年前 可能超過 很久了 很久了 我告訴你現在的香港 你更加不認得 算了 我經常都說 真是 賣仔摸摸頭 有時候就不要太過 另一回頭去看 你另一回頭去看 只會令到自己的情緒 更加不穩定 可能有一種 逃避的心態 但是 你沒有辦法 有時候你轉變了 你又控制不到 那種轉變 你又做不到任何事情 只能夠用一種 叫逃避的方法去面對 如果你現在覺得 來了的香港人 他們在行為上 會不會覺得 你還是覺得 有一班人是有點內地化的 我所接觸的 其實他們都幾適合談的 因為那個問題 反而都幾好笑 他們經常都覺得 你真的好有七八年代 七八十年代香港的風味 即是會怎樣的 即是我說的 我講的那些語氣 口頭善 都還是那個年代的語境 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實 我都已經更新自己了 就是這樣 不過OK so far是OK的 因為其實 尼德的 他們都有一種比較 經歷過 差不多一年多 他們都經歷過那段日子 可能有一些年紀比較大 或者一些比較小的 但是始終都是 面對過那個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所以他們會知道 有時候會說這些話 其實大家都會 真的會圍牢 覺得那個時代 真是很開心的 我們生活的 至少你隔離輪社 都還有溫情 會有兩句話聊 但是現在你香港 你真的搬到一個地方住 你打開門 跟隔離輪社聊天 人家真的連臉不睬 你也不出奇 是的 其實你說的情況 其實很多年都沒有在香港發生 真的國家自掃門前說 是的 或者反而 我覺得公共屋 公共屋邨還有這些味道 反而外面一般的私人屋苑 真的可能一分鐘 隔離見到 連招呼都不打 真的很奇怪 可能其實那個生活上面的 很冷漠 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的壓力太大 我也未必覺得壓力太大 可能生活上面比較繁忙 也都是我不熟悉你 變成我一定會對你有個戒心 有個戒心 其實香港現在近幾年的生活形態 是人家的戒心多了 變成你會覺得 沒有那麼容易跟你分享到 你心底裡的說話 明白 但你來了英國之後 可能情況又轉變了 突然間整個環境給你看到 你可以很放心 你可以安全地跟別人分享 你自己想說的話 可以這樣說 就等於我現在 你猜不鼓勵 一些在香港的朋友 尤其我經常都說 有些朋友 他真的還沒想到 很多人 你要去做一個這麼大的決定 放棄香港所有的一切 就是家爺仔過來香港 過來英國 或者去其他地方 那你其實 以香港目前的情況 如果你真的有些親朋戚友 還在那裡 你會不會鼓勵他們過來 我不會說 鼓不鼓勵的 其實是他自己去想 究竟 需要不需要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這是很個人選擇 我不會特別去說 說你過來英國 英國很好 因為很大責任 因為有時候你跟別人說 然後來到的時候 可能是他看到的 不是一回事 是 你那個世界 你要負起那個責任 所以我變成我 有時候有時候 朋友問我的時候 我都說 你自己想清楚 其實要有個取捨的 當然你離開香港 一定會有些東西 是你會損失了 但是同樣地 你來到英國 有些東西是會 可以給你的 因為其實是兩個不同 生活模式的地區 我都這麼說 有很多時候 譬如說 你做工一樣 香港的稅率是很低的 而且人工是很高的 但是來到英國的時候 你會發現稅率是很高 至於人工是很低的 但是給你的 就是一個 叫做穩定一點的生活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當然你剛剛來到 頭的五年 你還沒拿到永居的話 你還沒能夠享受福利 但是其實如果你捱過了那五年之後 其實你是可以很穩定的生活 因為為什麼呢 英國是一個福利社會 我以前經常都說的話 真正的社會主義 其實就在歐洲 在這些英國 荷蘭 德國什麼都好 變成你能夠享受福利的時候 即使你到時有什麼問題 譬如你沒有了 算出了工作能力 或者是你突然間失業的話 其實政府的支援 給你是很足夠的 尤其是你有子女那些 你是可以申請到很多福利津貼 去維持你的生活 當然不是說維持到你很完善 很優美的生活 但是至少基本上 你是不需要擔心 譬如你在香港這樣 突然間你出現了一些事故 你行動不方便的 或者你已經變成一個 越勢社群的話 香港你看到 其實社會是支援不足的 但是英國 那件事是完全包到你陷入陷入 你不需要對這件事有任何的擔心 或者不需要造成任何哀愁 這件事是給你一個很可靠的保障 你現在生活了三十多年 又不想阻礙你這麼多時間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問你 其實你最滿意是英國 你在這裏不捨得走 你已經有一個家庭了 筋已經由香港來到這裏摘筋了 那麼多年過了之後 你覺得這裏最令到你最滿意 最覺得和香港比較的話 你覺得這裏哪一件事是令你最安心的 最安心? 其實整體的環境都令你很安心 還有那個自由度是很厲害的 你真的可以暢所欲言,那個情況要怎樣,我們經常都會說,如果你在香港出到街上大叫大叫,那些人是會看緊你的,但是在英國你走到街上大叫大叫大叫,雖然那些人都會看緊你,但是會關心你,就是說你有沒有問題啊,有沒有事啊,就是完全兩樣東西,而且你看到你在英國是可以很暢所欲言,就是你看到我報新聞,我經常都罵英女,我經常都罵了手上,經常都罵了政客, 你在別的地方不是能夠做到這件事給你的,就算你,你不要說被你罵的當事人是怎樣反應,他根本是聽不到,但是他會有支持者,而那些支持者可能是並非這麼理性,但是英國那些人是比較理性多些的,就是他會接納到你不同的意見,你覺得他不好,總有你的原因,他會尊重你的意見的,他不會說因為你發表了這些連論意見, 而覺得你是一個壞人,不會的,他是純粹他會看你,就因為你想什麼事情,你的行為,跟你本身是怎樣,而去平衡你的人,而不是說你做了什麼,說了什麼事情,是很大差異的,但是至於你說,英國有沒有東西令我覺得好,其實沒什麼覺得好的 哈哈哈哈哈哈,那你怎麼這麼多年,我是滯留的嘛,你明白嗎,那個問題是,你怎麼滯留啊,哈哈哈哈,就是這樣說,我經常都會對比的,有些人就會覺得香港好些,有些人會覺得英國好些,就是他們會不停地比, 我只能夠這麼說,如果我要回香港工作,我是未必能夠承受到那種大城市的生活的,那種壓迫感,還有那種,不是朝九晚,是朝九晚八的生活, 是沒有可能你,你沒有了你自己的生活,那變成你要享受那些人工,或者那些這樣的,叫做給到你的物質,你同時你是要犧牲了你自己的生活和時間,那所以你就要這些取捨,但是如果你問我,英國,其實它有很多事情不好,但是當然也有很多事情讓你感受到,其實很好, 例如,封土人情啦,那些人是很,有某些地區,不是過地區,有些地區是很禮貌啦,很溫情啦,還有,以前我就會很享受,是由英國去其他地方旅行的,因為是很方便的,其實,因為歐洲是很多國家形成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風格,文化,封土人情感,你會令到你自己的眼界擴張了,就是你可能,譬如你在香港,那些朋友的生活,他都會有不同的風格,文化,封土人情感,會令到你自己的眼界擴張了, 很多人都會去旅行的,去星馬泰,去台灣,去日本,但是那個旅行的情況不同的,你反而你從英國去歐洲那些,你會想知道別人怎樣生活,你會眼界擴張一點,你會更加真是國際化一點的,那又不同了,變成你不會單單去尋求飲飲食食,享樂主義,因為你多了時間自己去想回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為了什麼東西, 其實英國最好一件事就是萬字,可以給你自己去調整你自己,去思考人生,即是很老土地說就說,這件事是對的,其實,我也覺得在這裏,多了一個時間去想事情,以及去看回一件事裡面,去看回他的兩面或者幾面,以前在香港,因為太趕時間,以及每一天我們都要做很多事情,每一天都要去衝衝, 其實沒有一個時間,靜心下來思考,其實我覺得思考都是一個,大家都要探討的問題,其實是,今天真是很感謝David,最後才叫David,真的謝謝Jessica,其實大家去相識,去交流,去聊天,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其實網友們沒有什麼做,我們有沒有什麼做,其實都可以交流一下,多一些, 那你最流行說的,你的片尾是怎樣說的,你介紹,你用你的聲音,在我的節目中說片尾的,片尾的,片尾就是今天的,我也是那句,整天都有人說,開心的時間,覺得是特別快的,又是時候跟大家說拜拜了,各位網友院又是這樣,拜拜,下次見 ,下次見